迎接兔年,柏林各侨团一起举办了玉兔银符新年联欢晚会 侨胞相亲欢聚一堂,场面相当温馨 当天精彩的表演轮番的上阵 除了舞龙舞师炒热气氛,还有武术以及合唱的表演 大家开心迎接兔年的到来,也要欢庆建国百年 秉持传统年节习俗,柏林侨界举办玉兔银符新年联欢晚会 今年由华德艺术交流会会长杨可瑜捧筹所有活动流程 侨胞相亲也全体总动员,欢喜过新年 有人会好写春联,有人上台演奏乐器 场外赚送来热乎乎的台湾美食 驻德国代表为舞链为详师点睛揭开晚会序幕 一群热爱武术的德国人在吕康泰师傅的领导下 以舞龙舞师向侨胞拜年 新的艺人是吐脸,我们希望我们祝福宏骨大展 能够在新的艺人大家家庭幸福,身体健康,事事如意 小朋友身穿小棉袄年味十足 舞台上精彩的武术表演 让现场宾客看得目不转睛 接下来还有贺年歌曲大合唱 以及精彩的乐器合奏 最后抽奖活动再先晚会高潮 人人都想抽到最大奖免费来回机票 届时就可回台参加建国百年盛大庆典 台湾宏观电视,陈思宏,德国柏林采访报导